全球媒體持續關注馬航失聯客機下落之際 大陸網民表示 想不通中共官媒為何不再頭條播出馬航最新消息 而是大篇幅播出兩會新聞 網友質疑 有任何事情比一百多位國民的生命更重要嗎? 陝西西安市的宋慶寧基金會 封運幼兒園近日爆出驚人醜聞 幼兒園違規給孩子長期服用 名為病毒磷的處方藥 而原因可能是為了通過提高孩子的出勤率 來保證伙食費數額 中共當局培訓的首批網路輿情管理師 即將再維持一週的培訓 跟通過標準考試後畢業 培訓內容包括了應對公共事件 封禁歷史等敏感話題 評論指出 網路輿情分析師的實質就是五毛公開化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 上海的大學畢業生 今年就業情勢難以樂觀 多所大學的校園真材訊息顯示 金融業跟中小明年企業直缺縮水 新唐人有的電視 整理報導 東京的CN 中小明年企業